8月22日,林心如参加品牌活动,接受采访时表示,日前在节目中想和林志玲结亲家是开玩笑随口说,被问女儿喜欢帅哥吗?林心如笑回,嗯,是遗传吧?林心如还透露女儿唯一的青梅竹马是陈妍希儿子,两个小孩一个多月大时就见过面,从小一起游泳,经常相约一起吃饭。 她是我女儿认识的第一个异性朋友,两人生日只差两周。另外,林心如还谈到之前女儿照面照被曝光事件,她表示,作为家长希望保护小孩,喊话大家如果真的拍到了,能不要发就不要发,想发就帮忙打马赛克。 当被问到是否会和老公过七夕情人节时,却因一句,感觉七夕像在过鬼节引发网友的吐槽,随后林心如笑称,从小到大妈妈都会告诉她七月少出门,多在家里,所以自己一直都不怎么过七夕,会比较注重2月14日的西方情人节。 尽管是玩笑话,有网友表示,七夕感觉是在过鬼节,这是认真的吗?明明就是见证爱情,有情人终成眷属,特别浪漫的日子,作为知名艺人,不懂就不要乱说,一点常识都没有。 不过,也有网友觉得林心如说的没错,有些地方,真有这种说法,没什么可大惊小怪,何况又是开玩笑的话,有网友吐槽林心如情商太低了,这句话完全可以不说出来,或者换一种表达方式,真的不必如此直接。